世报王炳章 为了响应9月15日国际民主日 洛杉矶部分华人这一天聚集在中联馆前 抗议中共非法关押医学博士王炳章 所谓的民主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在人民 共产党在靠武力推翻了一个合法的政权 是一个暴乱集团 然后呢他们现在就控制着所有国家的资源 对所有的不同的看法的像民运人士 包括有自由修炼者也好 基督徒也好 他们采取的是打压 我们在此呼吁中共立即释放王炳章 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 立即释放一切因为信仰问题和其他问题 被中共判刑或者释放以后 还在监控的这些人 让他们真正的恢复自由 王炳章生活在加拿大的妹妹王玉华 当天也通过语音发言抗议中共暴政 营救王炳章 也是对中国大陆广大人民群众 特别是异议人士的支持和援助 它的意义远远大于营救王炳章一个人 这是对中国政府发出的怒吼 他们呼吁立即释放王炳章和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 及法轮功信仰者 国内有很多政治犯 包括基督教 包括法轮功修炼者 继续在国内受到迫害的纵牢 包括王炳章 包括高智盛 包括法轮功成员 包括我们的基督徒家庭教会的一些牧师 我要为这些被中共迫害的这些基督徒们 政治分们发声 中共越来越极端 到的是越来越暴力 越专制 反而对这些中国人民党党员 还有这些王炳章先生被重判这个无期徒刑 目前已经单独关押22年了 希望大家一定要每一刻就去声援他们 不能把他给忘记 王炳章是中共建政后 最早获得美国医学博士的其中一人 他因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党等海外民运组织 从2002年被中共非法监禁至今 新韩人电视台记者杨阳、林永峰 洛杉矶采访报道 结束中共报道 ón diz 0 0 8 9 1 1 1 2